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阿波羅網報導 罕見而直白 習近平講話公布 黨內要壓不住了 結放軍放話對臺灣絕不手軟 美專家表示 共軍腐敗影響習動武信心 余茂春點破李克強副告 缺了習近平最忌諱一點 中國網紅實名制上路 擁焚50萬以上需揭露真名 川普等共和黨人宣稱 驅逐支持哈馬斯的學生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之機 今天是美國時間11月2日 星期四 我們通常在視頻發布後一小時內提供字幕 您只需點擊視頻右方的CC按鈕即可打開字幕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罕見而直白 習近平講話公布 黨內要壓不住了 阿波羅網記者秦瑞報導 11月1日 中共《求是》雜誌 發表習近平在二十屆中央審計委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 講話時間是今年的5月23日 習近平在講話中對於做好所謂 新時代新徵程審計工作 要求做到三個如 分別是所謂如臂食指 如影隨形 如雷貫耳 習近平對此進行解釋 他要求審計工作按照所謂黨中央的要求 指哪打哪 打哪成哪 就像胳膊指揮手指那樣 得心應手 使用自如 具體來說 所謂的哪 指的就是不同的中共官員 指哪打哪 指的就是打這些中共官員 習近平不僅強調要在中共的審計系統內部統一思想 統一意志 統一行動 更重要的是強調政治二字 聲稱要增強審計的政治屬性和政治功能 提高政治能力 把黨中央意圖和部署把握準 保障黨中央另行禁止 這無疑說出了這場審計運動的實質問題 就是誰不聽話就收拾誰 這無形中會催生出更多的馬屁精 習近平對如影隨形解釋為 要讓審計對象感到審計像影子一樣時時在身邊 時時要頭頂三尺有監督 不為人知為審計 要求形成常態化 動態化震懾 可以想像 中共黨內大大小小的官員們 看到後會是一種什麼感覺 而且這舉頭頂三尺有監督 本身帶有中共的自我神話成分 至於第三個所謂如雷貫耳 習近平說要發揚鬥爭精神 增強鬥爭本領 打造經濟監督的特種部隊 習近平最後還說 審計的上方保健是黨中央授予的 必須對黨中央負責 當好黨之利器 要完整 準確 全面向黨中央報告審計發現的問題 堅持敢說敢言 不受任何利益驅使 不向任何力量屈服 也不去揣摩領導想法 把問題原原本本報告上來 這段話顯示 在中共黨內各種政治利益交織 各種政治力量盤根錯節 習近平並不能像中共宣傳中所吹噓的那樣另行禁止 中共黨內對習近平的各種陽奉陰違 各種軟抵抗 讓習近平有心無力 無技可施 因此這篇講話才極其罕見而直白 也讓人猜測 習近平似乎感覺黨內暗流湧動 非如此難以壓制 解放軍放話 對臺灣絕不手軟 美專家表示 共軍腐敗影響習近平動武信心 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霞10月30日在北京香山論壇聲稱 無論誰想把臺灣以任何形式從中國分裂出去 中國軍隊都絕不答應 絕不手軟 三立新聞網報導 美國之音2日報導 有趣的是 在這個中國主辦的 有30多個國家國防部長級和軍隊總長級代表參加的軍事論壇上 中國的國防部長卻醒目地出缺了 美國之音指出 美國空軍大學中國航太研究所研究主任李懿表示 就戰備情況而言 最近對解放軍的清洗 對大多數作戰單位不會產生重大和長期的影響 不過 李懿認為 這樣一個腐敗的體系 可能會讓習近平對解放軍能否完成任務沒有信心 習近平可能感到非常沮喪 因為近10年的反腐敗努力顯然沒有取得多大成果 仍然有腐敗活動 美國大西洋理事會 全球中國中心非常駐高級研究員楊恩分析 最近的人事混亂顯示出習近平的判斷和審查失誤 以及人事管理體系存在裂痕 但對火箭軍領導層的更迭和用外部人士接班的決定也表明 它可能不會很快發動大規模衝突 余茂春點破李克強覆告 缺了習近平最忌諱一點 前美國國務院首席中國顧問余茂春週二 在智庫哈德遜研究所的一期中國內姆中說 在李克強的複文中有一個很奇特的東西 就是提到維護習近平為核心的措辭比李克強還多 此外 還有另一件事非常奇特 就是沒有提到李克強是北京大學畢業的 第一個真正有經濟學博士學位的總理 余茂春指出 複文忽略了這一基本的個人傳記訊息 從未提及他有經濟學博士學位 這是有道理的 因為習近平有一個假博士學位 是清華大學的馬克思主義理論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最高領導人永遠不能被一個外來的下屬蓋過 這是典型的中國語役學 另外余茂春還提醒說 李克強在擔任總理期間 對習近平的一舉一動都表示贊同 包括習近平針對維吾爾族的新疆政策 以及針對香港的國安法 李克強並不是中國版的喬治.華盛頓 或托馬斯.傑菲遜那樣的人物 遠非如此 他說 中國網紅實名制上路 佣粉50萬以上需揭露真名 中共確定在全網實施頂流自媒體前台實名制 微博 微信 抖音 快手等平臺 10月31日晚間分別發布公告稱 將引導部分自媒體賬號完成真實身份消息認證 微博表示 戰方將於近期引導社會實事 軍事 財經 法律 醫療等專業領域 100萬粉絲以上的自媒體賬號填寫實名消息 後續將逐步擴大到相關領域 50萬粉絲以上的自媒體賬號 經用戶同意後進行前台實名展示 微信則是部分領域 佣粉50萬以上的自媒體都要揭露真名 微信公告稱 將分批量分階段引導粉絲量50萬以上的自媒體賬號 對外展示實名消息 近期將首先引導100萬粉絲以上的自媒體賬號 對外展示實名 中國最大短影音平臺抖音公告稱 粉絲數量達到50萬 且發布涉及時政 社會 金融 教育 醫療 衛生 司法等內容的自媒體賬號 需授權平臺 在賬號主頁展示通過認證的實名消息 快手也發出類似公告 中共早自2015年就實施後台實名 前台自願的實名制 其後又強制社群用戶 顯示IP位置 這次是官方7月發布加強自媒體管理的13條新規後 要求社群針對頂流網紅祭出前台實名制 川普等共和黨人宣稱驅逐支持哈馬斯的學生 10月28日 前總統川普在共和黨猶太聯盟年度峰會上表示 他如果連任 就會對所有移民加強意識形態篩查 大紀元編譯報導 他說 如果你討厭美國 如果你想廢了以色列 如果你同情聖戰分子 那麼我們不希望你留在我們的國家 也不允許你進入我們的國家 我會取消大學校園裡那些同情哈馬斯的學生的簽證 那些參加支持聖戰抗議活動的所有外籍居民 到2025年 我們會找到你們 並驅逐你們 川普指出 之前他任職期間 曾經簽署過一項針對大學校園 反猶太仇恨的行政命令 打擊反猶太主義邪惡禍害 他說 如果他重新上任 將會通知所有大學和學院的校長 美國納稅人不會資助在美國領土上同情恐怖主義的人 學院和大學 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參議院蒂姆斯科特 在最近接受福克斯新聞採訪時 也呼籲採取類似措施 阿波羅網首席評論員王篤然點評 阿波羅網之前報導過 美國的民主黨比較左派 更支持巴勒斯坦 猶太人反而更支持民主黨 發人深思 我們每天在副頻道發表一個視頻新聞 阿波羅網是獨立媒體 沒有政府和機構資助 朋友們每一次按動油管的特別感謝 都讓我們深深地感受到您的關愛和支持 尤其感謝純粹為贊助我們而加入會員的朋友們 我們唯有做得更好 以回饋您的幫助 請您點贊 轉發和留言 讓更多人受益 也請您訂閱並打開小鈴鐺選全部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請您收到我們 能賺的聲明 按照片 訂閱 按照片 播報